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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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可以播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聆听 一按本身呢 它之前是危机媒体瑞典的创划人 然后呢 它也创划了那个Golf Direct Creek的这个 project 然后我就会简单的表现一下WikiBase 然后就给一些建议了好 就好 就见过那个时间 因为我们挂机很多 然后时间也不是很长 那就简单的去讨论一下 这一套我们挂机媒体德国是什么 挂机媒体德国呢 Wikimedia Germany还是Wikimedia Deutschland呢 有一个特殊的一点就是 我们本身有自己的软件开发的一部门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 就是在全世界除了Wikimedia Foundation 在美国之外呢 最大的一个chapter 我们一共有大概150到160个员工吧 在这个我们的Wikimedia Deutschland里面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 软件开发的一个部门 我们的那个目标 就是要提供所有的人的自由 获取更多支持的一个管道 特点就是呢 然后Wikidata跟Wikibase呢 就是我们Wikimedia德国 进行开发的一个专案 所以他们这两个project呢 是属于我们Wikimedia Germany的 这个软件开发 这里是一个特别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方案 就是采取了一个社群 主要发展一个方针 就是我们会去 听整个community 社群的feedback 是什么 我们就会通过他们的feedback 去更新我们的这个 这两个project 我们这里不是说 我的同事人 想怎么开发什么开发 所以我们就去研究 然后就在这个社群 就是这样 我们这是一个选择 通过community的feedback 然后我们就会 就会更新我们的软件 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简单的提一提 就是我们的link open data 对他的那个vision 我们的那个愿情 对 我们的link open的vision很重要 因为这个vision是 给我们为什么会做 做这个工作 这个使命的那个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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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我简单的提表一下 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创造一个 大家能够一起 collect the data 管理 data 让所有的人 可以对这个世界认识的 一个资料里的世界 这个data 什么可以看呢 不只是简简单单的 什么可以进去 而是我们 要鼓励大家 把那些general purpose knowledge 和general purpose data 能够放在一边的整理 什么是general purpose data 意思就是说 大家能够 有运用的那种 那种 data 而不是说那种很新 很专的那种 data 然后我们第二段 就是要 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 能够加入这个 miki data miki base 这个社群 跟这个link open data 这个网坡吧 而且 我们到最后就是 真的需要 创造一次平台 它有让整个社群 全部的 用data 但是用data 那些users 能够 在这个平台上面 多研究 多开发 新的 不同的工具也好 智慧也好 知识也好 所以就是要 創造更美好的对待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会 做这个事情 就 看下来 ok 因为简单了 就会用data 这个就放在 5分钟 大家都知道 这个满履义 就是说我想 我想让大家明白的就是 wikipedia 现在就放在 1E的items 这个 这个数量其实是蛮大的 很庞大的一个数量 这张图呢 是一个热图 这个热图呢 是展现出 那些比较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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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比较从哪里 你看那些亮点 越亮的就是代表说 data 越多 比如说我们看这些亮点 很多亮点都是在于 欧洲跟美国 你看那些 在亚洲 还是在 南美洲 在非洲 那些亮点就蛮暗的 就是什么亮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其实在wikipedia 上面的一个数据库里面 这个1亿的数据 百分之 大多数 跟百分之多少 等到六十 百分之七十 都是从 南美 都是从 美国 还有欧洲 西欧的 约结尾法 捐上去的 放在上面的 我们的亚洲 这些比较其实 是很凉小的 数量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是唯一 是唯一 标准人 这些比较好 因为我们能够 让大家 更全世界 知道我们的 data 知道我们的 在这一点 在亚洲里面 是全部的 那些文化 知识产权 我们的这些 这些 我们的知识 都可以放在里面 所以就让全世界 知道 不然的话 很多的 data 都是对西欧 跟美国 他们的问题 虽然解脱了 这个 简单的一个 媒体的介绍 让大家 都差不多都懂 但是我已经 了解过去 媒体大概 20到20 开始了 是一个 第一个 的 所以我们今天 已经是 第一个 的 上面 这是一个 完全 开放式的 data base 所以 这个 这个 structure data 里面 都是 全部的 都是 CC0 free open source 的 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 Miki data 的 data 是让大家 全世界都能够 collaborate 大家一起共同 在 共同去 协作 而且 也是 多余 很多其他的 其他的 数据库 他们也是 当然也是 但是 很多支持 大概 超过 八百多 什么 数据库 其实 在 这个世界上 UK 大致是 非常好 嗯 这个 就 大概 大概 就是了解一下 我们的 数据 资料 就是 分个 三个 那种 属性 还是吗 结果 第一个就是 每一个 每一个 都是有自己的 一个 然后呢 然后呢 它是一个 里面有一个 它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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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 然后它有一个 属性 特殊的 特殊的 一个 它有一个 它是一个 人类 OK 所以如果说 你这样一种 概念呢 就知道 其实 Maya Angulu 它本身是一个 人类 人类呢 它自己是一个 Q 然后呢 Maya Angulu 它的出生地 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出生地点 也是有自己的 Q 它的那个 伴侣啊 也是有自己的 Q 所以就是 你这样的一种 概念呢 是全部的那些 资料呢 在这边的倉庫里面 都是在连接起来的 所以 一大部分的那些 如果说 用办法把这些 资料全部 很方便的 去 查询的话 那也是没有什么 任何的 所以在 VPA 大方面呢 有两个方式 能够去查询 这些资料 好 第一个就是 用VPA A Query Service 如果能够 Spot language 的话 那就 比较简单一点 如果你会 Spot language的话 我们也会 简单一点 工作 工具来的 VPA Core View的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 VPA的很多网站 去摸索 OK 那我们就 进入这个 我们的 presentation的 合成的终点 在 VPA 里面 我们虽然是有 这么多的 Data 基本上 如果我们 往后 看多两三个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说 其实有 三大不同的 用VPA 数据的方式 第一个 上面就是说 有很多的 那些 有很多 有很多的 支援者 他们都是 他们会做 Domation 就是 Create Items 他们会 編辑 还会维护 在VPA 上面的 Data 维护 就是说 他们更新 比如说 某某人 某某人 是哪个 国家的 领袖 然后过了 搭选之后 他已经不是 领袖了 然后就需要人 去更新 这种资料 所以 都是靠我们的那些 志愿者 全部 很努力的 很用心的 去维护 更 Create Items 这种资料 然后 有了这些 Data 我们也 需要 不同的 机构 还是不同的人 去创造一些 项目 来去再利用 这些 资讯 资料 Data 在我们的观察方面 基本上 有 有 有两种 不同的方式 再利用我们的Data 方式 很多组织和机构 都会用我们的Data 这些商业机构 比如说 亚马逊 谷歌 全国 还有很多的一些 现在刚刚开始的一些 AI 智能公司 智能公司 他们都 已经 开始在 运用 Data 比如说 如果你在 亚马逊 Alexa 有问一些问题 那 很多Alexa 的一些 答案 也会从Data 那边 再利用这个 这个 这个案子 从而我们是 拼多手机 因为Ca 的话 Ca 的答案也是会从Data 拉出来的 当然我们也 也知道说 很多大企业 比如说 Bipersoft 等等 这些 当然都是免费用的 我们都是 收费的 因为 我们相信说 这就是免费的 当然 除了这些 这些 企业 商业公司之外 有很多那些 不同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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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industry 的那些 那些企业 比如说 JSTOR JSTOR 是在 在 学术上是 蛮有的 出版者 他们也会 预露 那些 那些 非商业模式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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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很多政府 机构呢 他就有一几百个 公理率子 都是用 你的 那个 Data上的那些 数据 来去补充 他们的这个 商业公司 除了这些 非 商业模式 那些 他有一些 私人 自己的 商业公司 比如说 Data 他有一些 可以说 Data 然后我们就一起 介绍一下 他们就会 运用那些 我们Data上的 Data 来 去展示 他们的 人生 所 绕发的 目标 除了 收集 维护 运集 还有 再运用 我们的Data 我们还有很多 一些机构呢 比如说 Blind的那些机构 会连接 他们已经达到我们的 Wikita上面 比如说 图书馆 博物馆 那些 图案馆 图案馆 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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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家发生地震所取代的地点啊,国家民治啊,全部都会从你们拉出来,已经耍了Data 当然,就会补充他们本身的这个新闻化的那些,就会更丰富一点 而且OK啦,我讲话还是可以啦 对,在这三个参大参大同运用Data数据的这一块呢,中间呢,有这个news-finder news-finder就是我们微信媒体这边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工具 这个news-finder的用途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帮助web-in-a-editors 还有那些在运用Data数据的那些项目还有公元 把那些不品配的那些资料和数据能够帮助处理掉 OK,因为在这个mismatch-finder的这个工具,去年才刚刚开始很幻想 在我们研发这个工具之前呢,我们就发现到说 哎,其实如果我的数据图里面,它是我网站里面,我要web-in-a-editor 对不对,来展示我的这个,展示我的这个资料和资讯 但是如果说web-in-a-editor的data呢,跟我的data呢,有不匹配的话呢,那怎么办呢? 你们,我怎么知道?第一点,然后呢,第二点,这个data是哪个地方是错的? 是data上面错的?还是我的这个数据图里面是错的? 对,所以这几个问题我们就是想要设计说,帮助我们的社群 它可以帮助我们那些用web-in-a-editor的那些projects,还是那些不同的商务 来去解决这个web-in-a-editor的质量web-in-a-editor的那些问题 就在这里我就简单的就把,就介绍了,让力量好的同事更能简单说一下 它是用英语表达的,但是我放了中文字幕,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我先再听一下,先看中文字幕 如果你们听不到,请跟我讲 这个视频是一个短约的data过程,是一个新的data过程 的证明文字幕,是一个新的data过程 的证明文字幕,是一个新的data过程 和整个data过程的data,是一个叫做统能的证明文字幕 是中文的,我们看到的,不好意思,放大 大家听不到吗?听不到有一个data过程 可以明白,可以谢谢 是的 它 lets you review mismatches so different data between the data that's in the data and the data that's in other websites and databases you can start by providing a list of item IDs for any area of interest to you for example, let's start with a bunch of item IDs for global players I enter these IDs and I ask the mismatch owner to check if it has any mismatches for any of the global players and indeed it does there is one mismatch for global players it is on the national quotings of common player ID the data here on group area is different in this case from the data that English department has so let's investigate if I check on this I get to English Wikipedia it's an article where this image is coming from and I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link to the national quotings on the common profile of this player if I check it I get to the national quotings on the website but I get to a profile from the other character so apparently there was a small slip-up here on English Wikipedia where the ID was entered from so I could go back to image Wikipedia and edit this article to now contain the correct ID then I go back to the mismatch finder and send this mismatch tool from data on external resources and save that review so that the room has to be able to design in the future another way to become aware of mismatches is to enable small user script in your profile on the data when you have it enabled it will show you these little yellow markers for any item where the mismatch finder has a mismatch you can then click on inspect and roll it into the mismatch finder website where you can find out all the details you can find out how this particular mismatch and you can resolve it now how is the mismatch finder known about all these mismatches it relies on people to compare all the data's data against other databases and websites and then upload these potential mismatches into the mismatch finder store if you want to do that and write them as much as please see their documentation in the video we hope you will find them as the challenge will be a very useful tool for keeping the communicators data quality of time and making them a little bit of work for us check it out uh... uh... thank you thank you uh... for all this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quite useful sorry we could have a problem before we continue ok in the next segment we will see the data of the data release and the data release 第一个例子我想要分享的是Shopee Shopee的本身是一个可以让你去建立时间表的一个网站 如果有些人还没听说过的话 这个就帮你去试一试 这个时间表的网站 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时间表的网站 可以用在课堂上做著你的教学 或者是很多一些Gram 也能够在他们的自己本身的展览会中 展示说一些艺术家 Hitrovia本身是使用Vitivata 它是使用Vitivata的数据 还有它的Growave Service 是用Timeline来去展示的 我就简单地去课一下 因为有太多时间 这个医生的网站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就简单地去看这个Explore Timeline 它就会看说 其实这本身不同的 从那个V里面 怎么讲啊 可以到来这个 对 看来不同的 我自己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Test 比如说 Venium Game Console 从几年开始 有什么 Atari 到Nintendo 到PlayStation 等等 所以你们可以去玩玩一下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蛮有意思的解释 然后另一个项目呢 就是部门的那些数据 还有联系帮助 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平台上面 Growave Directory 总有Vitivata 但是随Vitivata 里面也是数据 因为我们由那些Volentee 和社群的人去做一些 实施的偷藏 这一点我们就让那个Yang 来最简单的介绍 因为 听听他讲字很好 就很快的 就 开一个讯程 你找 分散 这样 OK 我们上了这个Tap 我再看到好 然后我们就 开一个大的 好 从中文字面 OK 如果他呢 他怎么听到的话 就跟我 跟他手机 你知道吗 GoFedirectory is an effort to collect the AI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like government agencies on all levels from all the world and their content details and present them in one place the AI is stored in Wikipedia and is curated and fact-checked by a diverse and dedicated community are you getting in touch with an authority might be a daunting task on its own and depending on your reason to do so you might prefer som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r others finding that specific channels often looks straightforward but on CopyRectory they can easily be found on them as we would like to have better data about public organizations of this kind most of them even already have Wikipedia articles and so the CopyRectory helps improve modeling and adding basic data thanks to the query reserves it's relatively simple to retrieve the data this way without the community effor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find and model all of this data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to overcome the first one is of course the local context which sources for context are alternative up-to-date and usable and conscious specifications we own the world results are changing so the data need to be updated to stay to see the reality not only are technical changes but organizations come and go even existing data incomplete can also make it harder this can be mitigated by different kinds of launch cases it is a work that requires a key line for each thing and one way to navigate to a very very least country let's see what it's needed you can see some overview information and all the agencies you can search and you can also sort it and if you go to one organization you can get an overview with phone number email Wikipedia article and as we see here Stockholm also has a process for citizen initiatives and below is the list of all social media and media and media if it's not a problem you can report it or you can go directly to Wikipedia we're not nearly done yet I hope that you join us to improve and complete the code directory projec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is open data for Taiwan we have this with 我簡單的就示範了 這個就是EU Connection的網站 EU Connection網站 比如說我要看一下在法國 法國裡面有幾個項目 法國裡面比如說要在巴黎 然後歐盟裡面他播出了 那個管理上的一個project 原來在2016年1月1號 那個商務開始 然後到2019年10月31號的商務結束 那個商務的資料跟資訊都在這裡 然後大名大概有八九多少錢 然後歐盟他又大概contributed到其他的40% 然後等等等等不同的這些資訊 都是在這個EU Connection 這個其實是一個歐盟兩種project 為了要促進那個 讓我們transparency 然後要重量量量一點 要讓大家都知道所謂 這個歐盟裡面他們的撥出的款項 是怎樣 怎樣花了他們的錢 他們需要哪裡 所以拿到這些budget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在網路看的話 我就找一個例子 比如說他在西班牙 西班牙還是西班牙好看 西班牙在西班牙裡面 原來在這個小鎮裡 要好看就是 有493個不同的project 然後每個人都說 在這個小區 我住在這個村裡面 鎮裡面 市裡面 這個小區就可以看成 這個project 是什麼project 對不對 從幾次到幾次 後來都要請 等等 ok so 他公用的這些data 是從Ute Data來的 那些本身地理的這些data 但是呢 其他的資料呢 比如說他花的多少錢 都是從這個 這個WikiBase的數據庫 來作為充滿 我們就 然後我們會快點 點擊這個WikiBase的這個 這個數據庫 很簡單的來解釋一下 我們分享一下 那後面呢 就是這個 E-Lonage Graph 這個WikiBase的數據庫 所以這個數據庫呢 本身呢 就是有放了很多那些 那些 剛才我們看的這個project的資料 那就是那些地理的 那些地理的資料 比如說 國際名字啦 啊 城市的名字啦 那些地點啦 全部都是從WikiBase來補充的 好 那本身這邊 就是整個 WikiBase的數據庫呢 就是在 都是很強大的 所以我把這個 presentation的連結 發給大家分享 所以我看一下說 有什麼關係 然後好奇 去看一下 然後可以去 去點擊 然後可以去看 ok 所以我們看到WikiBase來 我們就 接著大概都花這兩個分鐘 就先 掃得去WikiBase WikiBase WikiBase 它是那個 WikiBase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系統 OK 如果我們去WikiBase 你看它整個 那個 interface 其實 那個 software 那個 interface 就是這個WikiBase 所以它的優點就是說 你能夠在WikiBase 做全部的東西 你也能夠在WikiBase上做 所以當你下載 這個WikiBase的這個 網絡呢 你就能夠說 在你自己的那個 啊 啊 server裡面 對不對 OK 後製的server裡面 就能夠做自己 創造出自己的 WikiBase OK 然後做出這個 之後呢 有什麼特點呢 當然你就可以用 你就能夠 用有 QB data的那些 啊 同樣的呢 你也能夠連結到 不同其他的 Database OK 你能夠連結到 WikiBase 也可以連結到 其他的那些 WikiBase的那些 啊 啊 我們本身有兩個 WikiBase的那個 產品 一個是WikiBase 3 就是說 你要自我管理 你能夠自己下載 在你這個 server裡面 OK 如果說 你們沒有什麼想法 對於這種 高科技能系 沒有太大的 基礎 你也可以去申請 那個WikiBase Cloud 我們今年 我們今年剛剛推出了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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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WikiBase Cloud 基本上 這個 WikiBase Cloud 基本上 這個 WikiBase Cloud 然後再做 做你們自己的 approach也好啊 還是 還是 還是去 做一些 experiment也好啊 還是想要對 WikiBase Cloud 產生更大的興趣 應該有一些簡單的 建議吧 這個建議不是 不是我的建議 就是我跟一些同事 我們溝通之後 他們就可以 這個建議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 就是說 希望說 大家可能說 如果是你要做這個 WikiBase Cloud 的話 就建議我們說 以開放標準為基礎 不要說 我要自己 創造自己的一種標準 不需要很辛苦很累 所以如果你以開放式的標準 為基礎的話 那你就比較容易 所以你使用這個標準的 開放式呢 很重要 情況下要細細一點的 那你一開始 你用CC0的 那種開放式的模式 就會 以後就比較輕鬆一點 啊 當然你這個 這個 這個 可從這個使用性 比較 比較膽大一點 因為我說 我們今天 我們從一個 從一個project開始 然後就慢慢的開放 如果你從一開始 你以為 那種很小的那種 心態有更 淡靜靜的話 那你如果要開放 那就麻煩了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 經驗來談的 還有建議 比如說 那如果說你要套 這個Google Data 去做這個模式的話 就這個一開始 比較大膽一點 好 所以 要開放更多的資源 以這個觀點來去看 然後 並不過來 現在Ivan Fire 這樣的數據 也知道其他的 不同的數據 就是 這個 就會更加充分補充 你的結構 的項目 不要這樣 不要只是 將CSV 放在你的人 的數據 因為 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的那個數據 如果沒有更新的話 其實 過了一陣子 也不是很 可以用 但是 自己一個人 如果是 靠自己的人 能力去維護 的話 也是很厲害 所以 如果你們有這個 project的話 盡量可以的話 就去參與社群 去 divert community 一起去 去維護這個 這個 data 那 那 有長遠的那個 vision 不要說 我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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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拿這個 短將 這個 這個 我做了這個 然後兩年後 如果我們已經OK 因為 中間再被抽完了 這樣的話 其實 滿 的浪費 在你提供的 數據的時候 有藉口 只要是用 最少的RDM 這是最後 我們今後 接入賽的 先讓他倒點 喜分 如果說 大家趕進去 我真的是很 建議說 你們在經營 發育 都一定每一年 有很大的 有很誇張 它之前已經開了 那個 好想的全部 你要做的話 要更 全世界分享 我們的 的話 請 請從在這個 open data的 為止呢 因為在 open dat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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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很少人去認知的 做這份 另一個 IOD的 這個工作 其實都是 這個群是蠻小的 雖然在我們 在這個群裡 很多人在 在 這個事情 但是基本上 不是很大 所以 如果我們能夠 大力推廣 用 open data 大力推廣 跟 大家分享 說這些 案例 例子是什麼 很好的例子 然後就讓 全部人都會 趕進去的話 那其實 對於 Uber data 未來還是很 幫助的 如果說 用自己的小 想要去跟大家分享 的話 請在這個 YouTube 上面 做你們的 那些大話 第一次 日期是 3月28號 OK 所以 因為 有現場的現場 所以 你能表達 新加坡不用請 在那個 網上 現場 也是可以 做一個簡單的 一個 talk 再來呢 如果說 大家想要更多 聊起不同的 那些 data users 的案例 我們有一個 data users 的網站 去連我們的 organize 主辦 data users 把那些 很多不同的 那些 data users 用不一樣的 數據的 案例來跟他分享 做完 這個眼前 就能夠 去看 去 找這個 靈感 所以 可以 好 好 謝謝大家的 專心 在聽 我的 presentation 我知道我們的 中文不是很好 所以 有什麼 有什麼冒犯之助 請 多多包含 謝謝